Di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erber DIY 我今天會介紹一個比較大的迪膠武具 因為前三集我都是做一些比較小的迪膠 我這次會做一個棕的帽子 它做出來就是一個棕 也買了一個機芯去做一些 做下去的 我這個棕不想做那麼單調 所以我想做一個彩虹的感覺 我準備了三個杯 因為彩虹最重要的是紅色、黃色和藍色 這三個顏色 我這次會用這隻色粉畫筆 它是條狀的 它就是這樣一枝枝的 你就可以平時放在一些 當粉彩用 都可以的 我這次就會把它磨進去 滴膠裏面 我這三個顏色 都扣好了 究竟怎樣 我這樣做的就是 你拿一枝 這些粉彩棒 然後用剪刀或者剪刀 把它這樣刮下去 然後混合它的顏色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至於這個 要怎樣做呢 就開始 買乾淨的 如果你想它的彩虹是怎樣 由上至下 左至右的話 你就順次去 紅色、黃色、藍色 這樣倒下去 那我就想 分開三格 那我就先倒了紅色 我先倒下 我就下了 每一杯的顏色 就是十二黑 那 那 因為這個 都比較大的一個盤 所以就 再加多一點 這樣才可以做得到的 那過了二十四小時之後呢 這個帽已經完成了 是非常漂亮 而且呢 是 我覺得有點像這個Alice的風格 那我現在就開始裝這個 中的心了 那你就要對著十二那個位置 放進它的洞裡 然後呢 就拿這個 比較扁的螺絲帽 放進去 再拿這個 六角形的螺絲帽 放進去 扭緊它 這樣呢 那鐘就不會移位了 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 首先要裝的呢 就是 時針 時針 分針秒針 這樣按次序 按次序 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你只要把它吸進去之後呢 再拆 秒針 然後最重要的事 就是 放電針 好嗎 這樣就成功了 你可以放在家裡的牆上 又或者放在自己的書桌上 經常看到時間都可以的 喜歡這部影片的就給個讚我啦 下次見 拜拜 拜拜